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看张测试 就是分辨是黑的 分辨是完全黑色 如何辨别上消化道出血和下消化道出血 上下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一般上消化道出血 刚才我们说的是黑辨 变切眼阳性 偶血 下消化道出血也就是变先血 上消化道大出血时应该如何急救 仰卧位可以 但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头一定要偏过来 为什么呢 就刚才叫吐 它吐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仰卧位 老刘将您做一道简单美意的炒藕片 然后放入芝麻 本期节目 特邀北京鸡水潭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梁学亚 和您聊聊什么是上消化道出血 欢迎收看由卢超华生 由独家光明播出的饮食养生会 同时要感谢申龙米之清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北京鸡水潭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梁学亚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有请 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梁学亚北京鸡水潭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胖胖 影视演员江超 著名演员方子哥 这个上消化道是指哪点 首先先找到消化道 那估计就是这一石道啊什么的 这个这就胃的上边呗 哎 对了 我退一诱 胃以上叫上消化道 胃上边叫消化道 那有中消化道吗 胃啊 啊 那你就是胃以上是上 胃以下是下 胃是中 这个分上中下吗 我们我们是这么分的啊 就是消化道分上和下 不分中 没中 就是没有中消化道 把中这段呢 我们都算下边的 哦 对 方老师说对了 方老师说对了 胃 刚才方老师说在胃以上 胃上那叫食管 它是上消化道的一部分 不全 应该包括食管 胃 食指肠 还有包括食肠圈那一部分 刚才上边讲的一个 那个C字形 C型的食肠圈 还有跟它包围一头的那个仪管 我们都叫上消化道的一部分 那下消化道就几村叫大肠了 小肠也是啊 小肠 对 小肠 大部分小肠 因为它现在在食肠的横端 在这横端以上的 我们都叫上消化道 这个趋势人带以下的 都叫上消化道 包括五米小肠 和一米五的大肠 我们这儿有一个案例 40多岁的万先生 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就被人送进了医院 出差路上万先生恶心 呕吐不断 呕吐物里面 偶尔有红血丝 起初以为是晕车 坐胃进后 发现胃和食道交接的地方 大出血 这就叫上消化道出血 是吧 对 因为它正好出在上消的 这个定义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叫上消化道出血 大出血 它才土 偶尔才有血丝 怎么就大出血 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病例呢 因为在这个病人出血 我们讲上消化道出血 他出血的时候 他不是一直像咱们里面 这自来水似的 持续地出 就是一直都在流 他这个上消化道出血 也根据你血管破裂的那个时间 还有血管破裂的口径的大小 所以他的出血量 可能随着不同阶段的看 是不一样的 也许这个万先生呢 在这个出差回家的路上 或者在送医院的路上呢 是偶出的是少量血 那时候可能出血少 少 但是你等你到医院做胃进了 我们觉得可能这时候的病灶 血管破的比较多了 或者病灶的范围比较大了 在胃进地 我发现是一个大量的出血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检查和临床呢 不是很符 这大出血可能是 吐出来那个是少部分 还有一部分分流了 走下面了 对 你要一上厕所 可能就看见了 对 他可能还是有这个出血的基础病 像比如他有溃疡病啊 出差这段时间呢 比较劳累 精神加历比较大 可能造成一种溃疡复发呀 对 或者刚才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也就是急性胃炎啦 慢性胃炎 年龄弥烂啦 这都有可能 他可能有基础病 就要查 我们来看一看 像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急性大量出血 多数表现为呕血 慢性呢 则以粪便浅血为表现 急性的就是吐血 吐血 慢性的是拉血 这个出血量的判断呀 其实挺好记的 咱们利用这个机会 让观众们记一下 我们都到医院都知道 查个浅血吧 现在很多病人都知道这概念了 我们说浅血呀 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是在通过化学制剂 把那个红细胞 存在你达便里的那个阳性的 那个血的红细胞的物质查出来 我们叫浅血 如果这个幻院单身告诉你说 哎呀 那个王先生您现在有浅血了 这就告诉你了 大夫就要知道了 就是已经至少出血五毫升了 如果到五十毫升的血 相当于我们过去那个墨水瓶 一个小墨水瓶 那就会出现什么黑便了 我们一看上测试 就是分便是黑的 分便是完全黑色 其实不是黑的 它是红便黑了 对对对 黄便黑了 对 黄便变成黑便了 我们经常说的柏油扬变 大家都上马路看过沥青 心扑的那个 又亮又黑 我们叫柏油扬变 柏油就是沥青 对 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们就高度怀疑他 是有上小到的出血 起码是超过五十毫升 刚才刘老师说 喷什么的这种影视表现的那种 正要到那种程度 我们临床一般都喷得超过二百五十毫升了 在胃腔里边 才能往上走 其实有时候想想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 是不是上消化道出血 就是感冒的时候 你咳咳咳咳咳咳 咳点弹出来 你会发现有一丁点红血丝 那是呼吸道的 那时候那是呼吸道的 不是消化道的 噢 咳嗽嘛 它是属于呼吸系统 那咱们采取什么措施 出血的病人 首先措施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首先判断 这个出血是来自消化道的 来自是上消化道 是要判断好了 上下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一般上消化道出血 刚才我们说的是黑变 变迁远阳性 偶血 你要下消化道出血 也就是变鲜血 对 因为它上消化道 为什么是黑的呢 它离那远 对 它慢慢积积积积到那 变就是黑的 下消化道要出血 没有那么多时间 直接就是红的 还没变成黑的呢 变鲜血 变鲜血 一般都是下消化道多 所以我们还是先说症状 根据粪便颜色 判断出出血的部位和多少 如果大便成深褐色 表现出的血量就不大 如果是黑的 那就说明消化道的出血 就肯定就是上消化道出血 人体的消化道 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 食管 胃 胰管 部分十二指肠出血 就叫上消化道出血 在医院检测排泄物时 发现有浅血 就说明上消化道有出血症状 需要警惕 有溃疡病史的人 工作过于劳累 生活压力大 会导致溃疡的复方 也会引发上消化道出血 编辑短信XV 加您的养生心得 到1066 1098 参与本节目观众互动 每期节目三名幸运观众 将获得由生龙米汁清酒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米汁清酒 轻松享受 好 怎么急救 先安慰病人 这很重要 先说没事 缓解病人压力 对 要侧卧 为什么要侧卧 躺着呢 躺着可以 养卧位可以 但是有一个刚才讲的 头一定要偏过来 为什么呢 就刚才 他吐 他吐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养卧位 你置息 对 枪到气管里面 进气管 所以得侧卧 我们抢救昏迷的病人 包括给抢救昏迷的病人 做人工呼吸也好 或者做一些操作也好 下胃管 一定要把头要侧卧 歪过来 要不然你进食管当中的 反流上来的食物 一下子进气管 这就是技巧了 还要头低脚高 可在脚部垫个枕头 和床要形成30度脚 这样有利于下肢的血 回流到心脏 其实这个句话 主要写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有些 上硝道出血的病人 它有一些末梢循环衰竭 就出血多了 灰心血量就少了 灰心血量少了 那你血蹦出的就少了 就是造成休克 实际上你要这样说 病人没有休克的情况下 你要仰卧 让头低脚高血容易往上来 这反而倒不好 那你要尊重这病人 有血压低了 末梢循环差了 这样我们倒给病人 做一个头低脚高位的 一个体位 人倒了真的能把血倒过去吗 可以啊 重力作用啊 可以的 需要手术吗 这个看病情看病因 刚才咱讲病因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大初血是一个胃溃疡 或消耗性溃疡大初血 这咱们在过去啊 都把手术都要把胃做全切的 全切 四分之三 我们就叫全切了 全切 那干嘛要非切胃呢 如果它上消耗道不是好多地方吗 对啊 就是病因治疗嘛 就是说如果是消耗道 要是溃疡病引起的 那当然我们是胃溃疡嘛 或是市场求溃疡 这是我们叫切胃 此全切 切四分之三的大小 所以现在基础提高了 现在很少人说 因为胃大出血 切胃的 那现在怎么治呢 现在我们有好多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用口服药 用止血药 只吃进去 立刻就能够止药 那砍得出血的这个程度 一般呢 要是静脉出血 它都是弥漫性的 慢慢慢慢的渗血 我们用药进去之后呢 它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好 如果你要是动脉出血 那就吃药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动脉压力很高 等你的药发挥作用 那血也出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至少是动脉出血 就像刚才方老师说 那一定得要手术 手术的办法 那么过去咱们就是直接 抛斧切胃 然后把出血的位置拿开 我们做吻合 端端吻合就结束了 现在的我们的手段多了 直接下胃镜 找那个出血点 给它堵上 缝合 找出血点 缝合咱们手进不去啊 我们用钛夹 钛夹钛 钛金属做的夹子 夹上 对对对 就跟咱们那个输夹子一样 然后我们在胃镜底下操作 对准那个出血点 它有一根绳 我们一蹬 它那架子就合上了 就把那个动脉 那个出血那个口 给夹死了 就不留了 就不留了 但是往往我们加一个 有时候夹不准 或者加一半 我们一般加两个左右 那那架子就留在里边了 架子就留在里边了 等血止住之后 我们可以再取出来 那他们说 还要说有一种方式是 拿什么激光把它给烧了 对 第二种办法 就是我们也通过 卫精技术下去 激光它是热效能 是吧 然后对准那个出血点 一踩电源 它放出打下激光 就把那个出血的 那个动脉口给凝固了 就烧了 就把它给烧着 就给它烧着了 就给烙铁给烙一下 对 就给电烙铁一样给烙一下 呃 偶血的时候 别人的头要偏向一侧 以免血液吸入 这个都知道了 吐血的时候 要让别人漱口 不用冷水 在冰敷心窝处 这是 我们现在呢 就是基层医院 还是经常可能用这种办法 因为基层医院 因为没有办法用胃镜 对 它当时也没有胃镜 这个 这个 哪那么合适就有胃镜 就只要有胃镜 它可能有大夫要去操作呀 所以基层医院 都可能有些条件不太具备 那我们就还用这种 比较传统的办法 那就是给冰人 做冰盐水洗胃 什么零下四度的冰盐水 这冰子的我们 用一些止血药 跟着止血药 让冰人喝进去也行 或者我们用拿胃管 直接打到那个胃里也行 每天打个三到四次 那这个的办法呢 就是用冰子带 在这个冷敷心窝处 我觉得这个效果呢 可能没有我们 直接打到这个胃里的效果 可能好 所以这个办法 我觉得现在可能 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 如果病人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 首先应该消除焦虑情绪 给予安慰 让患者仰卧或侧卧的同时 头要侧天 防止呕吐导致的窒息 由于出血病人的血液循环较差 可以使身体处于头低脚高的姿势 给组织充分的供养 针对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方法 有很多 一般的静脉出血 都属于弥漫性质的 可用口服药物进行治疗 如果是动脉出血 就应该尽快采取手术 怎么预防呢 首先要针对出血的原因进行治疗 方老师问了 什么原因 一个是溃疡 还有一个是外物 对 预防出血 一定要找病因 病因找到了 我们预防就有办法了 比如刚才讲到 咱们出血的 一共是我们最常见的四种病 最容易出血 一个就是溃疡病 因为溃疡病 虽然说现在 比过去我们觉得 这个合病症少了 但是发病率并不低 总体的分配以后 消到出血的溃疡病 这还是占的第一位 无论是南方北方 都有这个共同特点 那溃疡病就有溃疡病的特点 季节性的腐痛 有这个反酸 有没有这个慢性过程 还有一个我们对吃一些药物的反应 这一问一下 都很清楚 可能有没有人就告诉你 我过去有溃疡病 就提示你 这个出血可能是有溃疡病 那你的溃疡病出血之后 我们的预防措施就有了 那你要真出血期间的治疗 我们刚才都说过了 止血 包括药物止血 包括内静下止血 包括手术止血 各种方法都来了 那预防溃疡病了 那就方法也很多 首先我们这个一年春秋季 是容易溃疡病高发的季节 为什么呀 这个季节因为它是交际嘛 交际之后胃 它在这时候 因为它适合了一段时间的冬季 马上进入春季了 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你要说这个 我有溃疡病出血 那我每年的春秋这两季 我要高度注意了 是吧 一旦发现不舒服 胃不舒服了 赶快去到医院看看病 拿点药 提前预防了 是吧 如果这是溃疡病呢 这个季节容易出血的时候 我就身边先预备一点小药 或者是这个季节呢 酸的我不能吃了 辣的我不能吃了 一些刺激的食物 我尽量回避 它就可能就把这点危险期 就渡过去了 是吧 如果一旦您发现 真是这两天确实有黑便了 怎么办呢 您也不用紧张 马上找医生开药 马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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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慢慢慢慢就好 我觉得一看有黑便 首先得回忆 就是我吃过什么东西 是会黑的 别到时候一看 我可能马上去 没准我刚吃个猪血 有这种病毒 大夫会问您的 我们临床大都要见别 吃猪血可黑不了便 黑不了吗 黑啊 我们吃所有的动物的肉 都会造成黑便 因为那动物的肉 它杀的时候 它有些带着血的 到院中我们都会问病人 你这两天吃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造成黑便的呀 对 你跟我说也说 吃菠菜 因为菠菜里还有铁 对 造成黑便 你说刚才说的 吃那个血豆腐 是吧 对 那猪血也好 鸭血也好 它本身就是血 你吃进去之后 不就吃的就是 就跟你出血是一样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 只不过你吃的 就经过烹调过的 不是那个血摊也是吧 对对 它成分是一样的吧 是是是 都是血色素嘛 对 所以它也是会出现黑便 还有些咱们吃药 重金属壁 那个药呢 是我们作为 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 我们吃那个药的时候 也会造成黑便 哦 没吃过 我们现在生在那个 什么病要吃重金属 壁 溃疡病就吃这个 叫德勒 立足德勒 对呀 立足德勒什么的 立足德勒 就是那个胶体壁 就是那个壁剂造的 哦 那我们吃过那个 对 卫德勒什么的 卫德勒 卫德勒不是 就是 立足德勒 就立足德勒 那这时候即使是黑便 你带他去急着也好 门着去查大便 前选 绝对不会是阳性的 对 吃黑芝麻糊不会 黑芝麻糊 就是 是不是喝酒 会特别容易造成溃疡啊 这个胃的刺激 对呀 喝酒可以 喝酒啊 尤其白酒 我们叫攻击因子啊 酒精啊 对胃是一个攻击性的因子 那么这是溃疡病的一个预防措施 我们第二个常见的出血呢 就是糜烂性的胃炎 我们前两讲说过胃炎 胃炎我们讲前表啊 讲萎缩 在前表性胃炎里头有一种 比较危险的类型 叫糜烂出血性胃炎 糜烂 你听得 糜烂厉害还是溃疡厉害 糜烂和从病的层次来说 溃疡比它深 尿从出血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病都可以造成出血 所以第一个溃疡病我们说完了 那么第二我们说糜烂性胃炎 糜烂性胃炎造成出血有的时候 广泛的糜烂呀 出血量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我们讲到那个 吃那个SP类类的药物 现在老人呀 像五六十岁的老人呀 身体都很好啊 锻炼呀 跑步啊 打太极拳呀 但是你别忘了 做这么多锻炼的时候啊 把关节都会出现损坏 出现损坏之后大夫就可让你吃分泌德呀 吃布洛芬呀 对 吃什么什么这那那那 那些药就是对胃肠道刺激的病人 如果你要吃量过大 时间要是过长 就造成胃粘膜大面积的糜烂 会造成大出血的 严重的会危机生命 就是那些药会对胃不好吗 分泌德什么的 对啊 会不会是先糜烂了 然后就转成溃疡 可以 就变深了吗 对 生了以后完了就出血 对 您说的对 是这样子 那你既然知道这个药物引起的 一定这时候要停药了 对 不能再吃了 再吃出血量就会加重 那就要过了命了 如果要是真要是喝酒 也可以造成广泛的黏膜糜烂 那就别喝酒了 就是造成糜烂的原因 找到之后 把这些环节给它切断 就达到了一个预防的作用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肝硬变 那么大家都清楚啊 肝硬变 这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色 因为咱们国家肝炎的比人多 所以肝硬变的比人就多 这肝也是上消化道吗 对啊 肝脏肝硬化之后啊 那些肝细胞都被纤维素改变之后 门脉的压力就会增高 门脉压力增高之后 这尸管经脉就会曲张啊 我们都知道叫曲张吧 大眼经脉曲张 跟蛇似的 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 肝硬变的病人 门脉高压的患者啊 这个胃镜在石管中 一进去就看呀 一条一条的 重型的都盘在那个石管的壁上 非常那壁 那个曲张的那个静脉壁 是非常非常的薄 我们做镜的时候 都生发给它划破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病人 就得告诉他以后吃饭 第一不能吃带鱼刺 带刺的东西 第二不能吃排骨骨头的类的东西 为什么呀 骨头的划破了 划一划 石管壁上盘的全是静脉 曲张的静脉 对对对 那么薄的病 甭说是个刺了 你什么还是下的硬一点都刮破了 对对对 土了不就行了吗 土不干净呢 万一 哦哦哦 对 有的时候吃饭急呀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跟那些病人 有重度静脉曲张的病人 都跟病人说 吃半流石或流石 哎呀 这样的病人 从生活上他自己要注意 我们做大夫要给他讲清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办法了 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术的办法 通过我们打硬化剂的办法 可以使曲张的静脉让它萎缩 哦 或者我们降低慢慢压力 让它这个静脉的曲张 压力变低 让它扁回去 哦 这样你吃东西不就安全多了吗 或者把根治好了 自然就好了 现在不就是就就就就就 我们可以做肝硬质啊 哦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病啊 第三个还有一种 最后一个病就是胃癌 哇 胃癌现在发病率很高啊 是啊 在消化道肿的当中 胃癌发病率应该现在占第一位 哟 还是跟吃的太好有关系 是吧 本来我们的饮食习惯就不是很好 再加上现在卫生条件再差点 人家那吃腌制的 比如说东北老爱吃腌酸菜 先这种腌制的菜 腌制菜 然后它有一种亚硝酸胺 就对这个 那亚硝酸胺就是致癌物啊 肯定不行 肯定是不好的 不但是得胃癌 还要容易得结石 对 新浪微博的观众周先生问 他父亲上周 因上消化道出血住院进行治疗 现在处于恢复期 请问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真的就说了很多了 对对对 就先问问这个病例 他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病 他没说 所以这个你让我们就讲 只能是笼统的讲 没有针对性 就是刚才讲我们是快养病 我们就快养病的方法 我们有弥烂性肺炎 弥烂性肺炎 我们有肝硬病 有肺炎 那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想再让他 再问一问这个病人 到底是哪个病 反正别太适应的是对的 对对 别太适应 流食半流食 对 一个减轻味的食材 辣的呀 酒啊都不吃 对对 太油腻的也别吃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梁大夫 我们给大家做个菜 就是藕片 对对对 我们不用把它给合起来 我们把它先处理一下 给我拿一个大碗 我们所需要的是藕片 青红椒圈 香菜 芝麻 葱 盐 糖 把藕片 你帮我烧点油 锅热一软 对 藕片里面放上面粉 是面粉 面粉不是生粉 对 倒多少油 得多点油 得把它炸一下 好 倒入卤化花生油 得多点炸 够了吧 够了 把藕片放到锅里面 去炸一下 相当于给藕挂了一个户 对 这样它的水分就不会被夹干 炸到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藕 有它自身的那种脆性 所以我们这个要保持它的那种脆度 来 不能够炸的时间太久 好 我们再把炒锅打开 锅里面倒入卤花花生油 这回倒一点 我们多一点葱 都用小葱的葱花 特别香 稍微多一点 把葱炒香以后 把藕倒进来 然后的藕倒进去 让葱和藕均匀一下 然后放入芝麻 这也是香的菜 对 让芝麻也均匀地裹在藕片上面 这时候就把香菜和青红椒圈都倒进来 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一点 多了 好好好 这就专门给您做的 这好吃又是素的 但是还有点油 炒藕片 食材 藕片 青红椒 香菜 调料 芝麻 盐 糖 面粉 葱花 做法 一 往藕片里加入面粉 拌匀后 放入油锅里 炸熟捞出 二 往锅里倒少量食用油 放入葱花 芝麻和藕片炒匀 三 最后再加入盐 香菜 青红椒 混合即可出锅 老刘贴士 一 藕片不能炸得太久 炸至金黄色后即可捞出 这样吃起来更有脆劲 二 最后放入的青红椒 要炒熟后再盛出 太深了会影响口感 谢谢梁老师 谢谢梁老师 要感谢卤花花石酒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两声笔记 春秋两季是胃病复发的时间 如果发现胃部不舒服 要赶紧吃药进行预防 减少酸辣等食物的再度刺激 尤其是有胃溃疡病史的人要注意 如果胃溃疡的迷乱面 扩散到粘膜基层 会破坏粘膜内的血管 更容易造成出血 除了胃溃疡患者 老年朋友在吃鱼 吃排骨时 也要防止鱼刺 骨头 扎在胃粘膜上 导致的上消化道出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薄荷的生命力 其实挺旺盛的 在南方春季和夏季 我们还蛮容易找到它的 它喜欢湿润的地方 像湖边 水边 小溪边 那么在这个水塘边 我们就应该可以找找看了 真的蛮好闻 这个就是薄荷 摘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闻到手上 一股淡淡的薄荷的 像牙膏味道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叶子 是绿的 对生长 软圆形的叶片 手上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 布荷这个植物 对我们尤其是夏季 放在家里或户外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防蚊趋纹的一个植物 如果我们在手边 没有风油精清凉油的时候 你如果遇到了 这个有蚊虫叮咬 你可以随手摘下 几片新鲜的薄荷叶 挤出一点汁水 在这个皮肤表面涂一下 其实也能够起到 止痒的这个作用 因为大家有这个常识 如果蚊虫叮咬了 会用风油精和清凉油 而这两个药的主要成分 就有薄荷在里面 今天我们就来做薄荷柠檬茶 这个薄荷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 非常新鲜 现在的 薄荷在中药里面 它其实是全草入药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薄荷茶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叶片撕下来 也可以全草 那么能够让这个药效充分地发挥呢 我们就希望把它切碎 或者是捣烂 在切的时候 它的清香就已经开始出来了 我们先来切柠檬 柠檬其实也是非常棒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要补充每天补充维C 来抗氧化 抗衰老 美白这个皮肤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那么这个是天然的维C 我们把柠檬先煮一下 两片柠檬 然后加入冷水 点火 我们大概煮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不可因为是会发现的 不能久煮 所以这个时候放进去 就可以关火了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自己做好的薄荷檸檬茶 有一点点酸 挺清香的 味道很好 在夏天 如果你出现一些风热感冒的先期症状 口痛啊 有一点发热啊 然后喉咙有一点痛啊 就可以来一杯 把这个症状扼杀在摇篮里 起到预防作用 效果非常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